大家好 我是Eva 今天想用一些大數據分析的方法 和大家回顧一下2018港股的情況 以及預測一下2019 未來的市況大概會怎樣 上次的影片大家在下面有很多問題留言 我在開始之前解答大家 首先有朋友問如果未接觸過Algo Trading 是怎樣入手 有什麼書或者網站推介 其實上一段影片中間也有介紹了兩本中文書籍 他們分別都是用不同的系統去做 其實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就算是用不同的系統或者怎樣可以開始著手 當然大家也可以嘗試在一些台灣方面的書籍入手 因為台灣的程序法教育會比我們香港走快很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找的話 可以看一些台灣的書局 其實都有很多關於程序法教育的書 當然方便一點的 其實大家也可以上一些網站去看 但大部分做得比較好的網站都是英文 例如說Coin Institution這些網站 其實有很多資訊在上面大家可以找到 亦都可以給予很多靈感 已經在做Algo Trading的朋友 可以怎樣寫一些新的策略 另外有朋友問關於家裡的寬頻問題 就怕家裡的寬頻不穩定 一般我們現在做的Algo Trading 因為其實那個頻率不會很高 就算我自己一般都是在家用的寬頻 其實現在都很足夠 反而重點不是他有多快 而是究竟他穩不穩定 如果有朋友真的很擔心穩定性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用兩種不同的寬頻 有一條Backup 當然其實這個方法可能會貴一點 如果你說對於這方面的擔憂不是太大的話 反而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有些系統可以讓大家在手機那邊 其實也可以有Lock In 亦同時可以做到操作 你可以在手機那裡 如果家裡的手機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手機去停了你的寬 停了倉等等 我自己覺得其實有兩個方法 可以進入你的帳戶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當然也有朋友會考慮 會不會放在雲上去做會好一點呢 其實這一點也探討過 我自己也探討過 你放在雲上 我自己覺得 其實當然你說放在第三方的地方 可能會少了一些家裡的不穩定因素 因為可能很多朋友的家裡的電腦 都不太方便 例如有小朋友 或者怕有人清潔的時候 會搞到你的電腦 暫時我看到雲方面 唯一一個我比較擔心的地方 就是它的用處 因為其實雲是一個share的CPU 不知道其實後面有些其他什麼人用 會不會其實它在用的時候 其實也消耗比較大 相對來說會影響到我們自己落單的時候的速度 這是唯一的考慮 你說將來如果雲的科技會做得更好一點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絕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但是直至雲的科技方面做得更先進一點 暫時我自己會比較放心放在家裡的電腦做 有朋友也問關於Backtest的問題 Backtest的數據大概用多少年 配合不同的產品 用多少年的數據會好一點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的策略是一些比較穩定的策略 相信你當然做Backtest可以做很長 你可以做十年 你有多少數據可以做多久 很經常如果是一些Hedron 他們做一些股票類相關的策略的時候 其實他們Test的時間 Backtest都會比較長 當然大家要考慮一點 其實之前有某些YouTube也提過 我有一些片也提過 當你做一些股票類 而做一個可能不是一隻 可能是很多隻股票的Backtest的時候 你要考慮的一點 就是會不會其中有些偏差 就是你可能有些股票在中間 經過這麼多年已經沒有了 甚至乎換了另一個公司等等的因素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在數據來源的時候 我們都要很小心去挑選 亦都要很小心去考慮 究竟那個數據的可信性 當然你說如果去到一些比較快的產品 譬如說旗子等等 尤其是一些波動理論的時候 因為其實每一段不同的市況 其實它的波動都很不同 譬如說早幾年我們講估 旗子的波動可能都是兩三百點三四百點 但去到近幾年波動大了很多 確實可能每一天那個上落 差不多都有六七百點 同一個策略 沒有可能是放在不同的市況裡面 都可以一樣的 所以其實如果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可以做相對來說短一點的Backtest 所以其實這個大家都要自己考慮一下 本身你的產品和你的策略是適合什麼市況 未必是說總之我做越來越好 我們因為做L稿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數據分析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會看很多大數據 或者會累積一些歷史的數據等等 其實2018年我們看回 全世界都是一個很艱難的一年 我們看回以往那麼多年 其實全球來說 美國的市況 其實美國的通脹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那麼多的產品 回報是比美國的通脹高的 其實看回以往那麼多年的成績 其實很多年很多大部分的產品都能夠做到 唯有是兩三年可能做不到 但是我們看2018年為什麼這麼艱難 為什麼我們說2018年其實 雖然經濟看上去不是太差 但是其實也很難 我們看回很多的產品 包括一些 commodities 一支ETF 甚至乎一些債券等等 其實那個表現 其實都是比美國的通脹是為差的 就是說其實無論你是買什麼產品都好 其實那個回報 其實都是比通脹是為之要低的 所以雖然看來美股 港股都好像去年不是大雄市的出現 雖然我們港股在2018年年中 大概6月份開始已經是回軟 這個主要其實如果看回經濟狀況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來自於 因為中美貿易戰 大家都互相徵這個關稅 到了2018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看到股市其實都跌了很多 差不多跌了百分之二十多 未來下一年我們要看回 其實那個預測是怎樣呢 我們要看回很多歷史的數據 包括第一就是以往這麼多年 香港的市盈率 其實一般去到熊市的情況 其實都是9點多左右 9點7、9點4、5點上下這些位置 但現在其實我們的PE已經是去到10點1 所以我們自己分析師看回 其實未來市況下行的空間 都可能還有一點點 但你說行行很多的因素 未必會很大 但反過來我們看回 其實這麼多年的熊市 一般經歷的時間大概是10至12個月左右 在過去的20年裡 其實大概是有六次這樣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回數據 除了一些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那個跌幅可能達到超過60%之外 一般的跌幅可能達到百分之二十幾 三十幾 但我們看看從2018年年中高位 到年底 其實我們大概9個月的時間 其實已經是跌了百分之二十七 所以我們看看再下行的空間有沒有呢 主要的因素 我想我們會看回一些宏觀的經濟有幾樣東西 比如說尤其是中美貿易戰會不會有好轉 是不是已經打完 美聯儲局會不會再加息 還是還是在現在的市況 一月底就會有一個第一次加息的消息 是否會加息呢 這個就會出現 剛剛前兩天 譬如說英國有宣布去脫鈎的情況 其實我們也看看如果英國要硬脫鈎的話 也會對環球的經濟造成一定的壓力 除非是出現一些幾個全球性的一些情況 全球性的一些事件都是對於市況不利 有機會造成一個大紅市的一個 進入一個大紅市的情況 除非是這樣 如果不是我們看回港股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會令到它的行空間很大 因為現在的市值或者市盈率也不是那麼高 所以下跌的空間我們看看 有機會還有大概5%的一個下行空間 我們看看預計的情況 可能都會在上半年左右發生 大概到年中可能是六七八月 這些市況有機會上來的 去到年底 在2019年底 我們估計可能都會在年初這些水平 差不多結束2019 看看2020 其實2020也是一個風險比較高的一年 其實都累積了2018和2019兩年 可能有很多經濟危機會出現 波動性其實今年2019都會比較大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都會抱一個比較保守的策略 包括我們在做一些量化或者做一些LBO的時候 大家可以考慮的是 用多一些比較波幅的策略 未必會有很多趨勢性的策略 當然日日之前也有跟大家提過的 就是一些比如說數學的理論 這些是無論是什麼市況都可以用得著的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去部署大家在2019的投資方向 或者你的投資策略是怎樣的 今集關於港股的分析暫時到這裡 大家記住留意 下一集都會跟大家分析 美股市場和環球的市場 如果大家對於Algo Trading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可以留意我們接下來會還有分享會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記得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見